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二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媒体Politico的消息 参议院推迟了加强美国与中国竞争的法案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指在使美国成为针对中国更强大竞争者的一篮子立法计划的基石可能要被推迟 原因是有一个关键委员会推迟了对法案的审议 商务委员会的最高共和党人密西西比州的威克参议员在周一表示 需要一些时间来建立共识 并补充表示小组可能会在参议院五月休会回来继续讨论这一项名为无尽边界法案的立法 威克表示已经有二百多份修正案被提交 而根据一位熟悉此事人士说 除了处理如此大量的修改和补充建议所带来的复杂性之外 有一些共和党参议员还对立法的实质内容表示担忧 这一延迟将使得舒默对该措施快速行动计划受挫 委员会主席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坎特维尔推迟了法案的工作 他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在半导体短缺的情况下 这样的延迟也可能影响到为增加美国半导体生产所提供的资金 根据一位熟悉此事的人士表示 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柯宁正计划推动无尽边境法案 已包括用于他的美国chips法案的资金 法案在早些时候成为法律 但是从未得到真正的资助 而拜登总统曾经亲自呼吁为该倡议提供多达五百亿美元的资金 由舒默和托德扬提出的这一项立法将在五年内拨款一千亿美元 以加强美国的研究和开发以对抗中国 并将提供百亿美元用于建立区域创新中心 这项规定旨在支持全国各地立法者对法案的帮助 随着两党都表现出在经济上与中国对抗日益强烈的业怨 不法关于如何最好做到这一点的不同建议 但是大量的修正案本身可能被证明是法案定于周三汇总之前无法解决的 参议院定于下周外出 而将在五月十日这一周返回 再为您关注到的同样是跟美国政治有关的消息 克里面临因为伊朗录音带而被泄露下台的呼吁 美国气候变化特使克里正面临着共和党议员要求他辞职的呼声 因为据说他在担任时任总统奥巴马国务卿时 与伊朗外长讨论过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共和党人的反击声自欺庇负 从要求克里离开他作为处理气候变化问题最高特使的职位 到要求对他进行调查和起诉 拜登政府官员驳斥了这一些指控 表示克里被指控分享的信息在当时已广为人知 而克里本人也否认了这样的说法 阿拉斯加参议员沙利文在一次发言中呼吁克里辞职 他是周一这样做的几位参议员之一 沙利文发表演讲说我不是轻率的这样做 我在参议院的整个时间里从未要求任何人辞职 但是约翰克里的记录破坏反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记录 让他无法被人忍受他需要离开 当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时我也很惊讶 一个前国务卿现在是拜登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 会把我们在该地区最重要和最持久的盟友之一的秘密 透露给一个公开的敌人 他这样补充表示 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在周一报道表示 三月份泄露的音频记录了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 克里告诉他以色列至少二百次袭击了伊朗在叙利亚的利益 而根据报道扎里夫对这样的消息表示惊讶 扎里夫没有说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七年期间担任国务卿的克里 是何时做出这一承认的 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不愿对据称被泄露的音频内容发表评论 但是似乎否定了伊朗外长的说法 他表示我只是想广泛地指出 如果你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新闻报道 这肯定不是秘密 参与其中的各国政府都在公开谈论此事并记录在案 有一位以色列官员在二零一八年证实 以色列在叙利亚打击了二百个伊朗目标 这是首次公开承认 长期以来被怀疑是由以色列进行的秘密行动 而早在二零一三年内塔尼亚胡强调 以色列的政策将是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国防和自身利益 这被认为是对当时在叙利亚发生的一些针对伊朗支持活动的秘密空袭的一种浅薄承认 而在泄露的音频中 美国与伊朗进行间接讨论 讨论双方如何重新遵守二零一五年奥巴马时代的核协议 正式被命名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以色列一直反对美国重新加入协议 表示这不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并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了危险 共和党人则抨击克里背叛了美国在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以色列 包括参议员罗姆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要更加透明 他表示这必须得到评估 我们需要与这种明显违反对我们一个关键盟友的承诺相关的透明度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比利时驻韩大使夫人掌打电源事件的后续进展 比利时驻韩国大使莱库耶的妻子向雪秋 在四月初卷入了一起涉嫌掌打电源的事件 而经过三周之后莱库耶通知韩国政府 说妻子准备就事件接受警方调查 根据韩联社消息 韩国外交部的官员向韩联社表示 莱库耶亲自致电外交部说他会安排时间让妻子接受调查 首尔则回应表示认为向雪秋直接向受害者道歉是更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 莱库耶表示他本人了解这样的需要 事件还发生在本月早些时候九日 向雪秋到首尔龙山区一家服装店 他当时穿着和店内同一牌子的服饰 由店员询问他是否已经付款 而向雪秋之后就涨打了两位店员 事件曝光之后警方立即进行调查 而比利时驻韩大使馆在脸书发文 表示莱库耶本人对于事件感到真诚的懊悔 希望为妻子的行为道歉 但他说向雪秋在上周初中风后一直住院 因此不能回应警方调查 只要情况许可他会配合调查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消息 根据中国国家安全部周一发布的新规定 中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将编制名单 以确定中国关键实体进行反间谍工作 乔丽表示一旦被列入名单 实体必须对所有接触机密的人员进行反间谍审查和培训 这些人员在上岗前必须签署保密协议 在这些组织中任何出国工作人员在出国前都必须接受反间谍训练 根据新规从国外回来的人员必须与国家安全为由接受面试 周一发布的文件包含了第一份在国家层面中和中国不同部门中的反间谍工作条例 涵盖了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公司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更经常的努力维护国家安全教育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围绕意识形态和各封面的紧张关系 在拜登担任美国总统的几个月里继续紧张 本月早些时候拜登政府的一份重要年度情报报告 将中国的行动为美国最大战略威胁之一 中国风明也感受到了同样的敌意 在周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次演讲中告诉华盛顿 不要再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诋毁为威权主义 新华社援引安全部发言人的话说 周一宣布的新规是对针对中国越来越多的渗透间谍活动的回应 发言人表示这些活动的方式更加多样化 针对部门范围更加广泛 对于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文件规定每个部门的国家安全机构和政府监管机构 必须根据实体的性质 对机密信息的接触 对国际交往的接触以及国安方面的记录 编制一份需要关注的关键实体名单 如果有必要要部署特殊的基础设施 以提高这些实体的国家安全 目前还不知道哪些实体将被列入名单 但此前在省一级发布的类似文件表明 国防工业和科研机构有可能被列入名单 周一的规定还为国家安全机构提供了 法律依据 以便在被认为必要时命令公司和组织封锁或拆除设备和硬件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电信行业有关的消息 首先来看到的是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本星期正式撤销了美国国防设备 供电单位使用中国电力设备的禁令 但是维持了前总统川普有关加强保障大容器电力设备安全的行政命令 文章介绍美国总统拜登一月二十日上任后撤销或赞缓了前总统的一些行政命令 冻结九十天的是一项去年五月一日颁布的有关于保障美国大容量电力系统安全的行政令 号码是第一三九二零号 这是行政令责承美国政府排查大容量电力系统中安全风险 并替换不可信任外国供应商设备的一条命令 行政令表示外国敌手正在制造和利用电力系统中的弱点 电网正成为那些人攻击美国和美国人民恶意行为的目标 行政命令没有直接指明不可信任的供应商国别 但是在行政令的指引下能源部在去年十二月发出禁止令禁止为关键国防设施提供六十九千伏或以上电力服务的机构 从中国采购进口移交或安装大容量电力设备系统 而虽然美国关键国防设备对中国电力产品禁令得以接触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渴望美国市场的中国电力设备可以高其无忧 拜登对川普一三九二零行政令有关外国对手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定论维持原判 许多分析家认为这是拜登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电网构成的严重威胁 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 拜登政府希望获取公用事业部门和公众提供的更多意见 然后再推进对外国设备的具体和广泛禁令 考虑到电网的复杂性以及我们与中国长期关系的复杂性 这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让正确的政策尽早采纳 不会因为过早采纳在以后被迫取消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其他要闻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税收方面的消息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拜登即将提出的提高资本所得税的提案 将同时对收入超过一百万美元的个人 和收入相同的已婚夫妇家庭进行相关的征税 官员是在拜登最高经济顾问布莱恩迪斯周一表示 拜登计划的一项内容是将改变资本利得税之后 所进行的更多详细情况介绍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样的变化将影响党年收入超过百万美元的纳税人 当时他没有具体说明到底是个人还是已婚夫妇家庭 拜登定于周三公布美国家庭计划 其中包括新的社会支出措施 措施的部分资金将来自对富人征税的更高税收 而在共和党人批评白宫推动 将最高收入者的资本所得税率几乎翻倍之后 迪斯周一介绍了计划的潜在相关内容 迪斯描述表示资本收益的增加将影响到百分之零点三的纳税人 也就是大概五十万个美国家庭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疫苗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白宫在星期一表示 由于美国本身已有辉瑞莫德纳和强生疫苗 美国在未来几个月并不需要动用国内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 所以将开始提供给其他需要冠状疫苗的国家 而白宫发言人萨奇则表示 拜登政府设法要在未来几个月分享美国制造的阿斯利康疫苗 在任何一剂疫苗被送出美国之前 FDA会确认每一剂都达到产品质量预期 目前FDA正在审议疫苗生产场中的所有疫苗 白宫在周一下午举办了背景简报会 官员表示大概五月或六月就可以开始提供美国制造的疫苗 而未来几周会有千万剂的疫苗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 有五千万剂疫苗正在生产 所以在未来两个月大概有六千万剂可以与其他国家分享 印度的疫情从四月初开始急剧上升 四月二十五号已经有超过一百七十多万人确诊 十九多万人死亡 而拜登总统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早些时候电话 至于有关于印度急剧飙升的疫情 两国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 并表达了美国对印度人的支持 为了协助印度打击疫情 美国会在氧气相关资源原料疗法上提供协助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我们频道的其他节目 感谢观看